在食用油出问题之后 恐怕连平常喝的酒 也有化学添加物 高雄有一些食品科系老师 就教民众一个pip ball 只要把酒滴在手上 就可以测试 到底是真酒还是假酒 怎么样来辨试呢 我们要请高梦柔来告诉我们 梦柔 是的 怎么搞得连平常 民众可能会喝的这些酒类 包括红葡萄酒 还有威士忌以及高粱酒 有可能都是添加香精的呢 高雄下午有一群食品科系的 专家跟老师们出来解说 疑似市面上有15款的酒类 很可能都是添加香精 而且是三斤一酒 包括糖精 香精跟酒精 并且加了水 因此这个酒喝起来 是完全没有原物料的 并且教授民众最简单的辨试方法 就是把酒精挥发之后 闻闻看有没有残留的原物料的味道 来看看现场情况 辨试了我们就可以把它 倒一点点在手上 因为它是酒精加香料 所以呢 当它挥发完毕的时候呢 你手上呢 一点点原物料的味道都没有 因为它只有香精而已 是的我们看到专家非常详细的示范 其实方法很简单 像是威士忌酒或高粱酒 只要把酒滴在手上 等酒精挥发之后 威士忌会留下橡木桶的味道 而高粱则会留下古物的香味 要是添加香精的话 则任何味道都没有残留 而且这些酒呢 专家怀疑的15款添加香精的酒 售价都非常便宜 从40几元到90几元都有 因此民众呢 想要喝酒的话 也要小心有添加化学的添加物 以上是高雄的情况 今天讲给朋友们出播 好 这是老师们呢 提供给大家辨识的一个撇步